大学文凭值多少 高等教育的学费在美国已成为许多人的负担 大学生的学生贷款在毕业时 平均高达两万四千块美金 学校每年不断增加学费 因此越来越少学生有能力负担 公立大学一年学费要九千块美金 私立则三万五千块 高学费导致百分之三十的学生 读一年后就休学 一半的学生则毕不了业 导致工作能力参差不齐 而这些工作能力不足的人在职场上 必须要跟高学历的外国学生竞争 就算是法律系毕业生 也要面对债务及失业的问题 数据显示三分之一的大学生 在学校里反正也没在念书 相对其他技术类的工作 如水电工也许会比较有桃楼 尤其是正当美国经济衰退期 想成为我们的动画人物吗 相关资讯请上脸书 Get Animated Find out more on Facebook 请订阅沉 anal人代研波 估计划 请订阅Arela